其實外界一直傳聞 最想要促成王金平跟蔡英文合作的 就是前總統李登輝 不過呢 對於這一次意外被拍到的王蔡惠 李登輝今天說 這件事情不需要跟四年後的總統選舉 或者明年的國民黨黨主席選舉扯在一起 這兩個人見面 可能只是社交上的需要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一世涉探案 成為國內各界關注與踏法的焦點 前總統李登輝談起這件案子 也認為政府高官貪污不好 而林一世案讓一手提拔林一世的 馬總統遭到部分黨內人士逼宮 讓他辭掉黨主席職務 專心國政 就在林一世案 延燒三個禮拜後 馬總統在十一號的中常會上 宣布競選連任黨主席 以前總統認為現在談競選不可時宜 不過對於十一號晚間立法院長王金平和前民進黨主席參議員會滅 李協總統認為不用想太多那是基於社交需要 不需要與四年後的總統選舉和明年的國民黨主席選舉扯在一起 記者林欣 賴正元台北報導 記者林欣 賴正恩 賴正恩